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法拉第定律 他发现感应电流的大小和线圈内 磁场变化的速率呈正比 第一点,将磁磅N级插入的时候 红色,这个是N级 这边是S级 折减流记指针向右偏 在这里,如果向右偏的时候 表示感应电流从哪边流入 减流记指针偏转的方向是电子流的方向 这是电子流 我们写一下 所以电流是向左 所以电流是由右端流入 第二点,当磁磅静止不动的时候 读数为0 就停在中间 第三点,将磁磅抽出的时候 减流记偏左 表示感应电流从 好,电流是从右端流入 第四点,而S级插入跟N级抽出的结果会一样 待会介绍冷次定律的时候 老师再为你们说明 那S级抽出跟N级插入结果会一样 这都不要背 待会会解释 第五点 速率如果越快 角度就会越大 这写一下 这是用冷次定律来解释 现在我们要介绍冷次定律 1834年俄国科学家冷次发现的 这个冷次定律主要是用来解释感应电流的方向 第二点,冷次定律的内容 线圈内的磁场发生变化的时候 线圈就会感应产生电流 这个没问题 感应电流的方向也会产生磁场 它产生的磁场是用来抵抗原来磁场的变化 这是一个线圈 如果把N级靠近这个线圈 线圈里面的磁力线就磁场会变大 这个线圈磁场有变化 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而这个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 会来抵抗这个磁铁进入 所以这边会产生N级 这边就是S级 线圈的电流产生的磁场N级在下面 所以NN会排斥 会阻止这个磁铁进入线圈 再来我们用右手安培 如果线圈的下方要是N级的话 我们来看这只手 老师手笔的线圈是这一段 我把它标出来 用绿色标 这里 老师现在握住这一段线圈 在这一段里面电流是向左 所以这个线圈的电流是一个顺直针 四指弯曲的方向是磁场的方向 是这样绕 所以在中间磁力线是进去的 老师画一次哦 所以线圈内磁力线向下 所以这边是N级 那这边就S级 如此线圈产生的磁场 才可以抵抗这个磁铁进入 所以线圈电流的方向会产生一个顺直针方向的电流 第三点 根据冷次定律 磁铁靠近线圈的时候 线圈跟磁铁接近的那一端会产生同名磁极 这里N这边就是N 产生同名磁极 以阻止磁铁接近 那反过来 如果磁铁要远离线圈的时候 线圈跟磁铁接近那一端会产生一名磁极 以吸引磁铁 不要使磁铁远离 因为磁铁如果远离这个线圈的时候 通过线圈内的磁力线会减少 所以线圈会产生一个磁场 去吸引这个磁铁 使磁铁不要远离 其实冷次定律是一种能量守恒 老师现在补充的未来在高中才会学到 一个条形磁铁如果靠近这个线圈的时候 假设你要发电 靠近它的时候我们知道 磁铁如果用手拿着 你靠近它的时候 画一个人好了 线圈内的磁场有变化 就会产生电 如果这个人是为了发电 他把磁铁冲向他的时候 线圈的电流会产生磁场 如果假设现在磁场 这边是S 这边是N 如果假设这边S的话 跟磁铁N级就会相吸 天下没有白磁的午餐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把一个磁铁靠近这个线圈 产生电流的时候 你只要移动到某个距离 你把手放开 Ns因为距离近 磁力比较大 所以磁铁整个被吸进去 所以磁铁运动的速率 是不是越来越快 所以产生的电流就越来越大 哇这样太轻松了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发电 只要把磁铁靠近它 手放开 磁铁会以极快的速率 通过这个线圈 产生很大的电流 这是不可能的 是违反了能量守恒 所以正常情况之下 应该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打叉叉 不可能这样子 应该是 磁铁靠近这个线圈 为了产生电流 这边会产生N级 来抵抗你 所以你要付出更大的能量 以使这个线圈的磁场 发生变化 而产生电 所以你的能量付出 就会转换成电能 这样才是一种能量的转换 所以这边有个技法 把它记起来 磁铁想进来 就不要让它进来 磁铁想出去 就不要让它出去 好用下面的图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磁铁N级 要进来的时候 不要让它进来 所以这个拨扎线圈的左端 就会产生N级 排斥磁铁进来 这边就是S级 这是螺线形线圈 用手握着 四指代表电流的方向 大拇指是N级 N级在左端 所以大拇指朝左 要看到自己的四指 因为自己的四指 是代表看到了这一面 电流的方向 所以四指朝上 要自己比一次哦 四指朝上 所以画上去 电流都朝上 所以这边是N级 去排斥这个磁铁进入 同理 如果N级要离开的时候 这边会产生S级 把它吸住 使磁铁不能移动 N级在右端 所以大拇指握着 大拇指要朝向右边 所以四指是向下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面的电流 线圈的电流是向下的 判断的原则 第一个动作 先判断 实铁这一端的线圈 是N级还是S级 再利用 螺线形线圈的比法 大拇指是N级的方向 四指的方向 是电流的方向 来判断 螺线形线圈上 电流的流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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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